十年前是电视综艺的黄金时代 湖南、浙江、东方、三家卫视各自较劲 你方唱吧我登场 那一年 湖南台因为一档亲子类综艺扳回一局 收视灵旁 他就是爸爸去哪 因为第一季太火爆 爸爸去哪 之后又推出了5季 节目的极高热度 也让星爸和门娃还有他们的家庭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时至今日仍是社交平台的话题焦点 像是最近 叶一倩因为写给森蝶的一封信被骂上热榜 霍思燕否认 恩亨是现样体面容 恩亨参与的是第5季 如今距离2017年 爸爸去哪儿舞播出 已经过去6年 6年过去 当年节目中的那些明星家庭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差距慢慢展现出来了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 爸爸去哪儿舞 那4个家庭 如今都怎么样了 1.Jasper家 小田娇变山鸡哥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参加爸爸去哪儿舞的时候 Jasper才4岁 是5位萌娃中年龄较小的 虽然年纪小 但适应能力很强 又因为暖心懂事 被网友称为小田娇 再加上他可爱有喜感的波浪梅 在一众萌娃中非常突出 节目播出后 Jasper深受观众喜爱 大家也都记住了这个高情商小婉男 后来他和陈小春还录制了爸爸去哪儿溜 后改名为一起出发吧 因为劝鲍贝尔女儿饺子吃饭的高情商行为 再度圈粉 节目结束 Jasper回归到自己正常的生活 专心学业 再次出现在观众前 已经是个多才多艺 会用流利英文介绍学校的小少年 据港媒报道 他所就读的国际小学 每年的学费是29万左右 在这所学校就读的新二代 除了Jasper 还有和他参加同一季的Niné Jasper能成长得如此优秀 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陈小春和英采儿虽然都是暴脾气 看起来大大咧咧 但在孩子的教育上一点也不满糊 再加上夫妻俩相处融洽 结婚13年感情依旧深厚 从不在孩子面前避讳秀恩爱 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Jasper 自然也学会了爱 参加节目之前 陈小春就已经是有知名度的港星了 爸爸去哪儿无火了之后 他再度翻红 与此同时 也加深了和湖南卫视的合作 这两年来 陈小春参加的芒果台综艺就有好几部 包括两季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和大湾仔的夜 事业顺利的同时 陈小春一家也继续当着幸福奶爸 2020年 英采儿生下二胎 三口之家正式升级为四口之家 在年初晒出的民国风全家福里 一家四口温馨幸福 逐渐长大的Jasper 也越来越像陈小春了 二 恩亨家 小暖男大变样 杜江因一张私信截图引正义 杜江和霍思燕的儿子恩亨 承包了第五季的笑点 当年录制爸爸去哪儿五十 恩亨才四岁 观众经常被他的童年无忌而逗笑 别看刚录制时脾气有点酱 本质是小暖男的他 在节目播出后圈了不少阿姨粉 节目结束后 恩亨的人气居高不下 霍思燕还带他参加了另一档亲子综艺 妈妈是超人第三季 现在的恩亨逐渐开始放飞自我 被杜江爆料有了微信之后 奇奇怪怪的问题增加了 不过高曝光也给他们一家带来困扰 最近网友就把目光聚焦在恩亨牙齿上 很多人看到恩亨近照后 认为他可能是现样体面容 还有人开始审判他的颜值 觉得恩亨长残了 爱子心切的霍思燕 则用医生的诊断驳斥了网友的猜测 恩亨本人也回复了网友的评价 他表示仍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能够看出视频里的他表情十分失落 除了恩亨之外 父亲杜江的宠妻人设也引发争议 参加节目之前 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 是霍思燕的老公 两人于2013年结婚 同年生下恩亨 当时霍思燕产后还大出血 好在最后转危为安 第五季播出后 杜江迅速走红 之后又凭借红海行动 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一直以来 他和霍思燕的婚姻 被大伙拿来当作娱乐圈典范 两人合体上了不少综艺 杜江处处流露对老婆的宠爱 不少观众被填到了 然而去年二月 一直有宠妻人说的他 却陷入了争议 有网友晒出一张 杜江主动撕信一女生的聊天截图 曝光杜江疑似塌房的情况 一时之间 杜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过很快 他本人就发文辟谣 但网友似乎不买账 在这之后 霍思燕还和杜江多次出镜 立正婚姻依旧甜蜜 如今 他们的相处模式变成了男主外女主内 杜江在外拍戏赚钱 或思燕负责操食家庭 三 内内家 内内女大十八变 无尊林立营婚姻低调幸福 在参加第五季之前 内内就和爸爸无尊 参加过另一档亲子综艺 爸爸回来了 变成女儿奴的无尊 完全是把内内当小公主再养 事无巨细地照顾着 虽然是小公主 但在爸爸去哪儿舞 里的内内一点也没有公主病 那时候才七岁的她是五位萌娃中年龄最大的 责任感很强的她 时常照顾弟弟妹妹 参加这一季的萌娃 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弟弟Max 和其他萌娃一样 Max也有自己独特的标签 凭借其腼腆温柔的解控形象 圈粉无数 节目过后 他们就回归正常生活 网友只能通过无尊的社交平台 看到他们的成长 在无尊爱的抚养下 如今的内内可谓女大十八变 出落的婷婷玉丽 除了明显长高之外 脸也长开了 像妈妈林丽莹一样轻力温婉 跟爸爸无尊一起拍杂志的她 如同女明星和她的帅气保镖 Max也一样 从当年奶生奶气的小萌娃 长成了热爱足球的小男子汉 去年 无尊和妻子决定让儿女在中国上学 一家四口搬来上海 在孩子教育这块 无尊夫妇确实 比其他明星父母要考虑的远一些 作为曾经火遍东亚地区的帅气偶像 无尊当年在娱乐圈的发展可谓如日中天 但当台湾省娱乐圈的黄金时期过去 在2011年退出飞轮海组合的她 演绎事业大步如前 直到参加爸爸去哪儿舞 沉寂了几年的无尊才再度翻红 变身人气奶爸 节目中 她不仅展现了自己居家温暖的一面 其育儿观念也让观众心服口服 翻红后 无尊在内地的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录制了多档节目 2020年 她还和妻子林丽莹参加了芒果台的婚前21天 结婚15年一直没有举办婚礼的她们 在这档节目中终于圆梦 林丽莹是无尊的初恋女友 两人从16岁就开始交往 并在2009年秘密结婚 一年后 林丽莹生下女儿内内 2013年 她又怀上儿子Max 当时无尊带儿女参加爸爸去哪儿午时 这位隐居幕后的贤内助也有出现 时至今日 两人已经在一起28年 恩爱如初 前不久 无尊还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家四口去东京迪士尼游玩的照片 看得出 她们家的生活十分幸福有爱 4.小泡芙家 小泡芙变元气少女 父亲刘根红被官媒点名 第五季的女萌娃除了内内之外 还有刘根红和 网网飞的女儿小泡芙 虽然小泡芙长得很软芒 但在TV上一点也不输给小男孩 4岁的她能坐10个伏地起身和引体向上 不愧是健身达人刘根红的女儿 节目中 小泡芙凭借软满可爱和暖心董事的形象 赢得了大家的喜欢 现在的小泡芙也算是女成副业 在刘根红分享的日常动态里 能够看她运动能力越来越强 基因里流淌的健身魂 在她身上也是尽数体现了 今年年初 小泡芙因为害怕扎针上了一次热搜 爱女心切的刘根红感慨发文 鼓励她很勇敢 她的流感症状不是很严重 很快恢复到元气少女的状态 相较于小泡芙 刘根红的变化更大 参加节目之前 很多人只知道她是周杰伦的挚友 凭借爸爸去哪儿舞才在内地迅速走红 不过相较于其他明星父亲 刘根红吃到的节目红利并不多 直到去年疫情 在短视频平台带着居家网友 跳本草高幕的她才再度翻红 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红了之后 刘根红夫妇除了直播带货 还拍摄广告 参加综艺 事业蒸蒸日上 没想到 才过去一年多 受大众喜欢的他们就陷入争议 被网友指责耍大牌 放鸽子 甚至被官媒点名 起因是前不久 有网友爆料 刘根红夫妇到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加活动却没出现 当天 信阳天气才十度 两万多名大学生 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 结果被放鸽子 一时之间 引发了舆论轩人大波 网友们纷纷表示 刘根红耍大牌 与此同时 他还和李佳琪 疯狂小杨哥 罗永浩 星巴一起被官方点名批评 其直播带货问题多 对于耍大牌一事 刘根红夫妇发文致歉 称当天行程并未确定 受天气影响 临时改到室内场地 但大家似乎并不买账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 刘根红夫妇 在大众心中的好口碑 也渐渐崩塌了 这一季除了明星父母之外 还有实习奶爸 素人伦 带着东北小女孩小山竹参加 鉴于小山竹是素人小朋友 这里便不再赘述她的现况 作为国内现象级别的综艺 爸爸去哪儿舞 孩子的变化 让人忍不住感叹 时间的流逝速度 如今在看这档节目 不光能看到 萌娃成长的轨迹 也能从中窥见 明星家庭的养娃方式 对于不少观众来说 不管是萌娃的长相变了 还是性格变了 她没有在好好长大 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这是强热的 明星达